服務區內人潮稀疏 放眼望去 員工都快比遊客多 台中清水服務區 母親節一早不見過往人潮 疫情爆發 民眾減少出遊 避免群聚感染 很明顯的感覺就是車輛也少 然後這裡人也少很多了 母親節 所以要回台北 不會 在家買東西在家裡 真的是怕了 民眾說原先行程全取消 也不敢外出聚餐 服務區人潮比平常假日 減少了五成以上 國道車潮也明顯銳減 知名景點同樣冷冷清清 不同於往常找不到車位 五里停車場隨處都能停車 民眾上山賞高山杜鵑花 驚訝的說竟然沒塞車 遭很多 疫情遭很多 怎麼說 平常這邊應該沒有停車位 南投網紅景點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宣布從九號起休緣十天 是疫情爆發後 第一個宣告休緣的風景區 縣府指出當地入園遊客人數奏降 往常母親節假期 總有民眾外出走走 如今疫情升溫 衝擊出遊意願 記者曾偉翔 連家慶 王百英 SNG小組 台中南拓採訪報導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他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